最后再带您关心天气 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 台湾的天气是渐渐的稳定 一直到周五台湾各地多围 倾道多云的气候 那么午后东北部地区 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发生 民众如要前往山区 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而气象局也针对九个县市 包含花莲县 发出高温乘灯警告 所以要提醒民众外出注意防晒 也要多补充水分 因台风减弱远离 台湾附近负热带高压增强 天气稳定 各地大多围倾道多云 高温炎热的天气 不过仍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尤其前往山区活动 周五开始有封面 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 不过东北部地区 主要仍维持午后雷震雨天气形态 从15号开始 一直到19号上半天 大概天气都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 然后就是可能山区有些局部地方 有午后热对流起来 然后就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 所以基本上在山区 可能就是要随时注意 是不是有云长起来 有没有发生雷震雨的一个情形 然后如果去西边玩的时候 也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突然之间来的暴雨 可能会吸水暴涨的情形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 这一个礼拜要注意的 然后从19号开始 我们目前资料看起来 大概在午后会比较大的一个雨势 但是雨势还不是说大到很严重 就是雨势可能会比到18号以前的雨势都比较大一点 所以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 19、20、21雨势看起来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形 中央气象局也针对几个县市 包含花莲发出高温警告 15日中午前后 花莲县重谷就达橙色灯号 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 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另外周五开始封面影响 水气增加 恐怕会影响周末日环时的观赏 还请民众留意天气资讯 记者讲邦彦华莲师报导